各位,我在这里借观察者网那边一个报告 和大家看看美国的疫情情况 这里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 4月26日公布的报告显示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根据全美范围内一行血液样本的研究 近六成,六成 美国人至少曾经感染过一次新冠病毒 美国总人口之中新冠感染率高达58个百分比 17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更加高达75个百分比 在去年的12月 欧美直卷全美之前 这个在血液之中 測到他们有抗疫的免疫体 只有33.5% 但今年的2月已经上升到57.7% 换句话说,去年的12月到今年的2月 美国新冠感染人数增加了4分1 24.2% 记住一件事 现在这个是测量的身体上 有没有对新冠的抗体 但这个抗体测验出来不等于产生了免疫保证 但很可惜 美国媒体继续在说谎 就告诉人 好事啊 我们现在这么多人已经有免疫了 以后不怕 这个是绝对错误的 因为现在是没有任何消息 说你有抗体 即是等于免疫 这个就是由他们的美国集园中心 的一个专家 Christie Clark 在一个媒体简部会上面说 拥有感染导致的病体 并不一定意味着你未来可以免遭感染 这个说得非常清楚 但是起码就是他们的 纽约时报就是说 这个好消息 就是传闻免疫 这个是废话 而法会上讲清楚 美国现在的政策就是 不是阻止感染 而是减少感染 和确保不会出现重症 他就说 现在已经进入新阶段 感染可能是上见 但造成的伤害会比较少 但大家不要忘记 现在有一句Long Covid的事情 现在是未知如何的 这就是美国新增新冠病例 和住院死亡人数的图 是来自纽约时报的 大家看看红色的尾巴 又开始向上翘起了 换句话说 另一波的疫情 又正在未来 真是不得它死 美国又上又下跌 根本未落到零 又弹过上去 所以不要以为 这个报告是好事 我觉得肯定有问题 我这里说了 近期美国新人数 呈现上升趋势 在媒体柬埔会上表示 感染人数过去一个星期上升22.7% 都不少了 上升22.7% 它的基数很大 我们中国说一两万 已经得人机 现在说几十万人 当然现在的基数 就是几千人或一万人 都未够 但是这样上升很厉害 达到每日约4.4万人 每日新增确诊4.4万人 住院人数连续第二个星期上升 已经上升了6.6% 所以迟些会继续 多些人入医院 所以它这个政策是行不通的 那现在是什么呢 不用问了 都是Omicron 现在的BA2.121又来了 现在占了美国病例的8.30% 比起前身的BA2 这个传染性高出25% 在这里看到了 它比起前身还要高 那Omicron的BA1已经很厉害了 BA2又厉害了 现在的BA2.121又厉害了 但有些好处 有些好事 就是看到氧气死亡率减少 ICU死亡率减少 最后的行为就是我们未看到死亡病例的增加 但这个是迟早的 因为死亡病例 现在暂时仍是平均每周13.2% 速度下降 但现在的确诊数目上升 随时有机会再次上升 至少美国弄了几个大问题 第一枪械 人民非常暴躁 好像我今天跟大家报告 可以在drive through 即是说是买外卖 我们在外卖外卖店 駕駛车经过一个窗口 去过窗口之前 通常有一个对话的地方 你会说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告诉他 他收到之后就叫你去前面 给钱,给了钱 他会给食物给你走 这个叫drive through 我们不用下车 在车走过就可以了 竟然可以有个顾客 就和我想在窗口上的职员 发生口角之类 他们的经理竟然拿油 淋在司机上 搞到他现在就受伤 这个当然职情是即可解雇 这个员工 这些是美国内人民的痴善法 我们昨天也说过 可以在街上行下 有两排人互相开窗 不然自己就突然受到什么 再之前就有一个case 我还记得 就是有个security guard 那些保安员下车 有个黑人 应该是黑人 在后面走上来 跟着就在他后拿开了一枪 当然这个死了 他为了什么 为了偷一些他的东西 就拿了他的东西 而之后呢 其他人走过 是帮忙看看 还有什么可以拿 继续找死者身上 那些值钱的东西 而开窗的地方 在后面有个人坐在街边 看完开窗 那些人经过面前走了 好像没有事发生 那些人走过这个尸体 真的摇摇摇摇摇摇 即是见怪不怪 暴力事件见怪不怪 现在新冠疫情 现在这些新冠疫情 60多百分比的人 58不是比较60 58%的人已经感染了 而且青线疗人 是比较多的 那竟然 《纽约时报》说这个好事 而呢 他们不要考虑到 遲些的《纽约时报》 这个社会怎么办 真是怎么办